日本眾議員選舉之後 住民黨和國民黨做的 接政連盟沒有過半 政局的變動是很大 有核架是表示說 日本的政治不安定 接下來又有美國的總統代算 庫的安全就要特別小禮 第五十次日本眾議員 代算結束 從輸出四百六十五歲 裡面 住民黨和國民黨所造成的 接政連盟 輸出減少很多 只剩下兩百十五歲 在十五年來都沒有過半 讓人說是流出生的大敗 在亞黨和武黨派 是中央體力兩百五十歲 憲任修雄 石博茂 將會面臨到必強的問題 也讓日本政黨建立 黨統的新時代 自民黨如果尋找 維新黨或國民民主黨的合作的話 都會影響到跟公民黨之間的合作 因為這些政黨的政策立場上面 差距過大 可能日本會有一段時間 是屬於政治不穩定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日本內政越亂了 對中國來講越好 美濟安保條約裡面的修正或補充 對日本來講 他當然是希望說能夠強化 他的聯盟的這個穩固性跟機動性 現在因為石破帽自己的地位都不保了 只有你還要再談接下來聯盟 我覺得目前來講都是非常危險的 下正分析 日本的政治狀況不安定 國際加上 將會進行的美國總統代算 都有可能影響 科學安全局勢 就要注意中國可能的賺機會有動作 不過美國在台協會主張 郭理人在這關接受訪問時說 無論是民主黨好選人好經理 他才是共和黨好選連川普動選 美國的印太戰力和對待政策 包括軍事協助和經務交流 都沒有太大改變 對於印太這個地區我覺得影響不大 特別是因為大家很擔心中國 覺得一定要鞏固我們的同盟關係 一定要加強我們的合作能力 副總統怎麼看谷立言的專訪 說願意幫忙破除疑美論 他叫 郭理人跟他講到 跟上一邊主台紀元比起來 台灣社會現在 懷疑美國的論調更加明顯 他強調會積極和國際共同 並且說外界不必擔心 台資電去美國島主的蓋來化 因為台灣的優勢很多 如果對待軍事的部分 郭理人說會繼續提供 無對情作戰武器 強化台灣的後備靈力 得到兩法軍事並行 記者綜合部讀